小鷗 你的老公去世了 親愛 我跟鷗是大學的同學 因為我跟小鷗都是小鎮的青年 兩個人家境都不是非常好 小鷗跟真機長都很順利地踏上了飛機 但是我因為學業不是很好 所以我到最後只能做一個地勤 但是我有更好的對於生活的嚮往 作為一個售票員 我就認識了我現在的太太叫錢多多 然後她是我們航空公司的千金 是錢多多喜歡你還是你喜歡錢多多 你追著她 這你還看不出來嗎 她追你 笑的 她是公司裡男版的萬人迷 那小表情 所以你為了自己的前途放棄了愛情 選擇了事業 她就跟我說她可能不會愛我 她覺得愛情在麵包前面一文不值 所以她要選擇她更好的未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還了孩子 而且 所以她最後讓我成全她 成全她了之後 成全這首歌 就變成了我每天聽的歌 分手之後找了珍 對 分手之後我才知道我懷了孕 但是我為了要成全她 我怎麼辦呢 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找了珍 讓她來作為所謂的備胎 其實我的內心裡 真的是深深地愛著她的 剛才你們都看到了 她的老丈人 對她那麼地高興 如果讓她知道我們孩子的這件事情 那不得把她皮拔了呀 我都為了所有的放棄了 都要成全她 我不得保著她 護著她嗎 我那麼愛她 在這種情況下 在這種情況下 有可能會為了保護這個男的 去動殺雞 有可能 不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倒不是殺雞 她為什麼要替她去殺一個 女人的愛呀 沖昏了頭腦 那歌怎麼唱的來著 再唱一遍 我為你付出了青春 那麼多年 卻換來一句謝謝 你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瀟灑 與毛線 成全了我的瀟灑 藍天 她是你的 還是什麼 蜜語甜言 我只有一句不後悔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今天 與明天 成全了我的下個 夏天 你有一個玩具區 是屬於孩子的 但是這明顯是沒有孩子 在玩過的 是感覺在紀念這個孩子 所有的玩具都擺得整整齊齊 並沒有小孩在搬弄過它 唱歌 是唱歌的小孩嗎 你的孩子現在還在時尚嗎 是這個孩子從來沒來過世上 還是他來過走了 還是現在仍然在 歡迎來到天堂 歡迎來到天堂 歡迎來到 我有一個秘密 悄悄告訴你 悄悄告訴你 歡迎你來到天堂 歡迎來到天堂島上 一起來 寘休 innocence 是誰在外面zi 他在时刻注视着你 而且里面有开门关门的声音 是有一个我在 你的门里 你的孩子跟一月初有关系吗 这个日子 没有 这个声音跟你孩子没关系 应该没有 你那个孩子到底是出生没出生过 来过吗 来过人世吗 来过 走了 儿子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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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权 他是12月25号 那就没几天哪 对 五天前 五天前 可怜的妈妈 为什么他说我的爸爸是个恶魔 是因为他爸打他吗 五天前去世的 我是这个岛上比较命运坎坷的人 我离过一次婚 带着我的孩子呢 生活 离婚之后呢 我没有生活来源了 我就到处找工作 就来到了这个医院 院长对我很好 他有帮我的儿子 找到这个岛上最好的学校 我觉得我找到幸福了 我就嫁给了他 但是 就像你们发现的那个日记一样 三月一号开始 他就第一次动手打了我 家庭暴力 对 打了我以后呢 第二天他就哭着喊着跟我道歉 这是因为什么打你 就是因为 他有一天晚上很晚回来 然后我就不太高兴 我说你干嘛去了 喝得更深深的 他是第一次煮饭 什么的话没有就给了我眼光 就打人 一酒醒了 就变成好人了 那孩子是怎么死的 孩子的哮喘病犯了 那时候你在哪里 他把我打晕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 孩子已经死了 他哮喘病犯了 要赶快给他用药 可是他在打我 导致了孩子 没有及时得到救助 所以孩子死了 所以孩子死了